病人應該從基因檢測結果得到甚麼建議? 嘉嘉醫生,我將會去見Charlotte和她的家人 我想確認下你的意見 計劃她家人的治療方案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婷婷姑娘 我想先問一下關於Charlotte的事 她已經被確診是BRCA1特變攜帶者 以前曾患有左邊乳腺癌 當時做了保留乳房手術和放射治療 最近發現右邊乳房有新的圓花癌 在這個情況下,病人是否有必要雙質乳房進行全撤除手術? 還是可以選擇今次新發現乳腺癌那邊乳房進行保乳手術? 首先,BRCA1特變並不等同必須接受乳房全撤除手術 如果想保留乳房是可以的 因為治療後的乳腺癌復發主要取決於腫瘤的期數 腫瘤的活躍性和病人所接受的治療 BRCA1特變患者是否比非患者具有更高的局部復發機會是有爭議的? 並且沒有證據表明BRCA1特變患者 接受了保乳手術的復發率會較高 其次就是在BRCA1特變患者中 預防性預防全撤除手術 可以將乳腺癌風險降低到90% 不過研究還沒有證明任何存活率的好處 即是進行預防性預防全撤除手術後 BRCA1特變患者的乳腺癌發病率會降低 但壽命就不會改變 因此保乳手術仍然是BRCA1特變患者的其中一個選擇 預防性預防全撤除手術的決定都是個人的選擇 嗯,那卵巢又應該怎樣處理呢? 由於Charlotte的姐姐患有卵巢癌 她比其他沒有特變的女性患卵巢癌機會應該較高 以及通常卵巢癌的情況預期比乳腺癌較差 我是否可以建議她考慮進行 預防性輸卵管卵巢撤除手術? 都是的,預防性雙邊輸卵管卵巢撤除手術 可以減低BRCA特變患者來患卵巢和輸卵管癌的機會 以證明可以將風險降低95% 更加可以將患乳腺癌的風險降低50% 和預防性預防全撤除手術不同之處 就是已經證明了 BSO可以改善BRCA特變攜帶者的總體生存率 那BSO有沒有什麼是患者需要注意的? BSO是有手術上的風險和會提早更年期 對於年紀較大或者已經停經的人來說 提前更年期已經不是問題 但是患者必須要知道由於無法去除腹膜 因此腹膜癌的機會仍然有5% 明白了,其實Charlotte都很擔心她的子女 她的兒子今年25歲都發現攜帶BRCA1基因特變 攜帶這種基因特變的男性 有什麼風險是需要注意的? 據報告指,男性攜帶BRCA1特變患乳腺癌的風險 是會增加,但相比攜帶BRCA2特變的風險比較低 但是患前列腺癌的風險就較高了 通常發病年齡比較早,而且更具有侵略性 雖然現在還沒有針對男性BRCA特變攜帶者的前列腺癌監測標準指南 但是都建議她對症狀要保持警惕 在40至45歲後可以考慮進行癌症指數篩查 但是其實一般男性可能不是很熟悉乳腺癌的 所以你可以解釋給她聽,男性是很少做乳房造影檢查的 可以讓她認識一些男性患乳腺癌最常見有關的症狀 例如乳腺腫快、乳頭血性分泌物等 另外由於這個是遺傳性癌症 無論性別,她都應該明白到 她會有50%的機會遺傳這個基因特變給後代 BRCA特變相關疾病都是成人發病 首先,她的子女只有50%的機會遺傳到基因特變 其次就是即使遺傳到,都可以為受影響的患者 提供完善的監測和預防計劃指導 所以是沒有足夠的醫學數據來建議BRCA特變攜帶者不要生小孩 這個純粹是個人的決定 明白了 啊,之後我想問問有關Charlie的女兒的事 她今年只有28歲,亦都發現攜帶BRCA1基因特變 我應不應該建議她去進行 預防性預防撤除手術和預防性輸卵管輪槽撤除手術呢? 除了降低風險的預防性手術外 都可以建議女性BRCA特變攜帶者 進行更嚴格的乳腺癌監測 包括每年進行一次磁力共振 X光造影和超聲波檢查 雖然這些措施不可預防乳腺癌的發生 但可以及早發現 腫瘤體積細,沒有抗散是更容易成功治療的 但對於卵巢癌,除了手術外 就沒有其他更有效的監測方法 有些研究證明 就算每年做超聲波盆腔檢查 和抽血檢驗癌細胞指數 仍然有大量卵巢癌 在晚期才發現到 卵巢監測的準確性只有60% 其實她仍很年輕 如果她想生小朋友 應該給甚麼建議她好呢? 一般來說,我們會建議攜帶 BRCA突變的女性 三個小朋友之後 大約40歲左右 就可以考慮進行 預防性輸卵管和卵巢切除手術 其實Charlotte的子女 只會進行和她一樣的BRCA1突變測試 她們會否攜帶其他基因突變呢? 通常基因突變都是罕見的事 所以具有兩個或更多的基因突變 而且在同一個血統裏 發現是極為罕見的 所以,發生這種情況的可能性是很低 除非雙方家庭裏面 都有明顯家族癌症史 或者已經知道有不同的基因突變 啊!明白了! 對了,最後我想問問有關Charlotte的妹妹 她沒有遺傳到BRCA1突變 那是否代表她沒有機會患上癌症呢? 沒有攜帶基因突變的人 不等於可以排除發生癌症的可能性 Charlotte妹妹患癌的風險 只是跟一般人群相同 風險不是零的 哦!對了,嘉嘉醫生啊! 我知道有些藥物可以預防乳腺癌 可不可以告訴我哪些是最適合的呢? 當然可以啦,婷鼎姑娘 泰幕式分Tamoxifen 是沒有乳腺癌的BRCA攜帶者 預防乳腺癌的一種選擇 但尚未得到充分的證實 有些數據是來自 國家外科輔助性乳腺和腸計劃試驗 NSABP 和乳腺癌預防試驗P01實驗 發現Tamoxifen在BRCA2攜帶者中 將乳腺癌風險降低62% 但對於BRCA1攜帶者就幫助不大 因為Tamoxifen只是對BRCA2的 而ER受體陽性腫瘤有影響